美国去年的军费是中俄两国总和的近三倍根据最新发布的一份全球各国军费排名统计,美国去年军费支出最多,高于是俄罗斯的10块多。 在欧洲国家中,英国的军费开支最高,2018年,美国的军费支出是俄罗斯的10块多。 根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IS的排行统计,华盛顿去年的军费开支最高,达到6430亿美元,合约5700亿欧元,远远超过沙特阿拉伯829亿美元。 东新兴军事大国,也远多于俄罗斯、莫斯科去年的军事开支,大约631亿美元。 每年出炉的军事平衡,Military Balance,还指出,在欧洲北约成员国中,英国国防支出最高,达到561亿美元。 排在第二,第三位的分别是法国,534亿美元,和德国,457亿美元,俄罗斯第一次坎德尔导弹。 观察家警告,不要因为俄罗斯军费还值得相对较少,而在欧洲缩减军费。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专家海斯伯格·弗兰康萨斯伯克在慕尼泰安全会议,发布这份最新统计时表示,俄罗斯的投资为其增加了不少军事影响力。 在欧洲情况则有所不同,欧洲越没有达到北约小目标,闯进中国南海的美国军舰。 根据这份报告,北约欧洲国家的军事支出,比北约长期目标低约100亿美元,27个欧洲北约成员国,必须将国防支出增,加大约38%,才能够在2024年达到将个成员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开支的目标。 去年欧洲国家距离这个数字,还差102亿美元。 2014年,北约出台了到2024年,将欧洲各成员国GDP的2%投入于国防开支的标准。 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为冤成员国的军备分担不均,许多欧洲国家,包括德国,在军事支出上,远远低于这个标准。 特朗普认为,这些国家并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